独眼丑汉上战场,众人唾弃,乾隆故意刁难,他竟破题拔得头筹。 又有谁不曾遭受过嘲笑和歧视,又有谁不曾因为外貌而被误解过能力,这世上不乏因为相貌而被人瞧不起的良才,但相貌终究不是成功的标准,不是吗? 清朝乾隆年间,有一位独眼丑汉,名叫刘凤告,他就是因为相貌遭受非议和歧视,但终究仍靠才华出人头地的典型。 这一系列故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,而是家境平凡,天资聪颖,展现文武全才。 刘凤告出生于清朝乾隆二十六年,一七六一年。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,生活拮据,少时父亲去世,母亲独自抚养刘凤告和他的一个妹妹,然而好景不长,在刘凤告八岁那年,母亲突然染疾辞世,刘凤告和妹妹只能依靠些许田产维持生计,生活艰难。 幸而刘凤告天资聪慧,虽家境穷苦,但他自有勤奋好学,经常趁着夜深人静时点着灯烛看书,村里有位老秀才欣赏刘凤告的勤奋,便收他为徒,传授他诗词文章指导,在老秀才的西新指导下,刘凤告的文采日益显露。 不仅如此,刘凤告还对武术颇有心得,尤其善于弹弓射剑,他经常趁着放羊时在野外练习,打鸟射兔,这不仅丰富了他和妹妹的菜肴,也使得他的剑法越发娴熟。 村里男孩们都很佩服刘凤告的剑术,经常与他切磋较量。 如此文武双全的刘凤告很快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,虽然家境贫寒,但他开朗乐观,热心助人的性格也让他交到不少朋友,大家都称赞刘凤告是小才子,认为他必定前途无量。 比赛射箭意外伤眼,独眼之貌出现。 十岁那年,刘凤告与几个好友在乡间空地举行射箭比赛。 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项固定娱乐活动,刘凤告的剑术在同龄人中数一数二,通常胜算很大。 那日众人正在射击,刘凤告正待发箭,忽听一声呼啸,一支箭从侧面飞射而来,直击刘凤告右眼,众人大惊,纷纷扔下弓箭跑来查看。 只见刘凤告右眼流血不止,恩独问他还能不能看见刘凤告悲伤的摇头,右眼已然失明。 大家立刻将刘凤告抬回村里,请来当地最好的医生,医生检查后也只能无奈摇头,刘凤告的右眼已经毁损严重,无法治愈了。 从那时起,刘凤告只能紧闭着右眼,左眼代替两眼工作,久而久之。 他的右眼深陷,右脸也逐渐扭曲变形,加上眼睛周围的伤疤,他整个右脸看上去十分猙獰,人们为他取了外号独眼龙。 这对一个少年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打击,刘凤告也曾一度自卑消沉,不敢与人见面,但他很快调整心态,决心不让残疾击垮自己,要更努力学习,以才学来弥补外貌的不足。 勤奋学习文艺,逐渐成为村中大少年。 失去右眼后,刘凤告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习武射箭。 他把更多时间放在学习上,潜心研读诗词歌赋,勤练书法。 白天,刘凤告会帮助妹妹耕作田地,劳作之余也会在田耿上练就一首好书法,夜晚点亮油灯后,他就投入诗词创作,有诗通宵达旦。 渐渐的,刘凤告的诗词文采日益提高,书法也越发娴熟,在村里小有名气,村民们遇到喜事哀事,常常请他写对联,晚联,也有人请他写私人书信,这为刘凤告的生计提供了些许收入。 刘凤告乐于助人,从不因自己的残疾而退缩,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,帮助有困难的村民。 无论是筹措丧事费用,还是帮忙修理房屋,大家都夸奖刘凤告乐善好施,是村里的大好少年。 慢慢地,刘凤告的名声传开了,附近村镇的人如果遇到难题,也会前来请教刘凤告,一时间,书香四溢的刘凤告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才子。 乡试失利,夜眉声色见短处。 17岁那年,刘凤告有了自己的小家,为了减轻妹妹的负担,也为了自己有更多时间读书,刘凤告迎娶了隔壁村穷秀菜的女儿唐氏为妻,唐氏对丈夫刘凤告的残疾并不介意,反而全心支持他读书应试。 两年后,19岁的刘凤告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要节点,相识,这是他实现仕途梦想的第一步,如果能高中举人,就可以脱胎换骨,走向人生巅峰。 然而结果却让刘凤告大失所望,他只中了秀才,距离举人还差一步,翻看试卷,刘凤告意识到自己的才学还不够,字里行间透出声色。 这对勤奋的刘凤告是一个打击,也是一个警醒,他明白自己还需再接再厉,不能有丝毫懈怠,考试失败也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从而有针对性的学习。 在妻子唐氏的鼓励下,刘凤告调整心态,重新开始准备下次相试,他更注重考试技巧的学习,也请人指点文章的结构布局,刘凤告坚信只要努力,梦想终会实现。 在战乡市中终局,残疾遭当地歧视。时光荏苒,转眼又是两年,此时的刘凤告已经21岁,再次来到乡市考场。 这次,刘凤告一举高中举人,化干戈为玉伯的喜悦油然而生,他终于迈开了仕途的第一步,按照规定,刘凤告可以补充为宪学教育,开始了解宪政事务。 然而,当刘凤告前去报道的时候,县官们看到他独眼争鸣的相貌,都对他侧目而视,并未给予重用,只是安排他进行一些文书记录工作。 刘凤告心中明白,这是因为自己的残疾受到歧视,但张口解释也无意,他只能默默接受,同时通过努力学习来证明自己。 这段时间的县府工作,让刘凤告见识到了许多政务知识,也让他明白科举的重要性,他下定决心要继续读书硬试,争取通过更高的科举进入京城任职。 在战高考夺魁,电视路断眼难知。 自从中举后,刘凤告就全力以赴准备高等级的科举考试,他勤奋温书。 广泛涉猎各类典籍,文章学问日益增进,终于,在25岁那年,刘凤告高中进士,获得了进京赴任的机会。 来到京城任职后,刘凤告才发现,真正决定仕途的,还是三年一次的殿试,这是朝廷最高级别的考试,亲自由皇帝主持,考中前三甲,可以获丰棋手,地位崇高。 于是,刘凤告开始以电视为目标,更加刻苦用功,他肃兴业媚,广涉博览,终于在28岁那年杀入电视,电视共考试三天,对体力和学识的要求都很高。 头两天,刘凤告仍能支撑,但到了第三天。 由于他独眼影响视力,写作越来越吃力,太阳快要落山时,他的试卷还未写完,电视规定到时间必须停笔, 但主考官常青看出刘凤告的才华,特许他点蜡烛照明完成考试。 这让刘凤告看到了一线希望,他决心一鼓作气,全力以赴,一定要在电视中出人头地,让所有人看到他的真正实力。 乾隆戏弄贬义,刘凤告破题或认可。 电视结束后,各位考生的试卷呈报给乾隆皇帝过目,乾隆看后,大家赞赏刘凤告的才学和学识,原本欲直接点为近视。 但当刘凤告走进殿内,乾隆亲见他貌若丧家之权,顿时大为光火,想到要选拔这样一个长相诡异之人为高官,恐怕会遭到百官非议。 乾隆决定集体刁难,让刘凤告当众出丑,主动退出殿市。 于是,乾隆皇帝当场吟诵一副对联,独眼不登龙虎榜,半月依旧照乾坤,首帘讥讽划刘凤告的相貌,意在让他知难而退。 刘凤告沉吟后,接上第二连,春牡丹,夏韶药,秋菊东梅,陈本炭花郎,既表达自己有信心正得好成绩,也谦虚避免直接自称状元。 乾隆见刘凤告反应敏捷。 又出上连,东启明,西长庚,南极北斗,谁是摘兴汉,意思是让他直接说出自己必得第一。 刘凤告继续谦逊应对,再次接上春牡丹等夏连,既显示自己有望高居榜首,又避免狂妄自大。 经此疑问,乾隆对刘凤告改观颇深,见他谦和有礼,并非仗才仗势之徒,才学确实过人。 最终,乾隆亲笔点刘凤告为一甲第三名探花,功名中获肯定。 出任多地主考官,声名远播,卓尔不群。 电视夺魁后,刘凤告真正跻身顶尖人才之列,他很快就被乾隆皇帝委认为多地的主考官。 负责监督科举考试。 这些年里,刘凤告广泛发掘人才,历经图治,确保选拔出真正的良才,许多获得功名的优秀世子都出自他的严格司法。 刘凤告借此机会也力排众矣,不再以貌取人,只看重财学和品行。 渐渐的,刘凤告的声名远播,成为一个公正努力,勤政爱民的模范官员,从县级到省级考试,许多地方都争相聘请刘凤告前来主持,因为人们相信有他坐镇,考试才公平公正,选人才精准。 刘凤告并没有因功名而骄傲,依然谦和厚道,乐于助人。 刘凤告的一生,证明了外貌和绅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,坚持不懈和毅力奋斗,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 他从一个独眼残疾的穷苦少年,通过自强不息,终成为受人尊敬的权倾一方的名幻,过程中,他经历了多次考试失败,也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,但从未屈服。 刘凤告敢于与命运抗争,不因为外界的眼光和议论而丧失斗志,他不断学习进取。 终于靠真财实学获得乾隆皇帝的认可,夺得了科举电视的投名。 他的经历表明,我们不应用外表和先天条件来评判一个人,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,实现自我的潜能,重要的是培养战胜秘境的毅力,保持自信和勇气,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。 感谢观看